孙安佐罪名多加一条律师欲罪大难关。他出面冷街,却保定罪遣返。 孙安佐在美国音像同学开了一场扫射校园玩笑被警方逮捕。 一开始孙安佐与迪英等人都声称只有子弹没有拥枪。 没想到之后警方发现孙安佐的抠女妈替他藏逆枪支给1600发子弹,迪英与孙鹏只好花大钱请了二名五星级律师赴美就此。 之前资深律师邱章曾出面讲迪英我赢了,但美景不认反说劝他认罪协商,才不会被关太久。 图片来源,苹果新闻。根据苹果新闻报道,孙安佐的案情一直都在变动。 虽然迪英请了二名强大律师,但是现在碰到了最大难关是对手检察官背景相当强大,不可小看。 该名检察官拥有30年的经验,一上任时就宣布会着手打击枪支犯罪,因此对于孙安佐事件更不可能放过。 图片来源,苹果新闻。 根据宁州法院最新公告,孙安佐的罪除了有恐吓威胁带,罪名还多增加一条持有犯罪工具。 原本孙安佐的案件是要在4月11日开庭审判。 但突然喊卡言到25日,原本迪英的律师要开记者会说明,但最后已无法预见的情况取消。 知名律师邱章则出面表示,这一条通常都会加的,因检方要确保能将它定罪。 但引前一条恐吓攻击已够大,预计加这条只是要能够定罪将孙安佐遣返。 图片来源,苹果新闻。 目前法院公告上也显示25日孙安佐是监狱审庭公告,将在上午8点30分举行。 孙安佐最后的定罪会是如何都还无法确定,目前都是由律师透过经验做推算。 真正情况可能的等到25日预审确定后才能确定,而迪英也传去给朋友透露一切安好,有律师再别担心。 大概会在美国陪儿子一段时间掌握最新状况。 也让不少网友说孙安佐也为一句话付出代价,这真的是人生最大教训。 图片来源,苹果新闻。 要全身而退感觉很困难,相信孙安佐也学到了教训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